台北知名的宁夏夜市在春节期间快闪新加坡的浪淘沙 要让新加坡散发浓浓的台味 就是看准这新加坡人非常热爱台湾美食 总共有30家名店包含了鹅仔煎、臭豆腐等台湾小吃都能吃得到 而新加坡的艺人郭美美就直呼说他最爱的是卤肉饭 这些最有台湾的小吃飘香到要人动鬼调 这里可不是台湾街头 而是宁夏夜市30家精兵名店快闪新加坡 好久不见曾来台湾发展的艺人郭美美 顾不得女明星身材怕胖 决定投降先吃一轮再说 我超喜欢台湾的也是因为我觉得新加坡比较少 晚上如果肚子饿的话 要吃什么我觉得台湾的夜市可以走了又走 走了又走 然后饿的时候就坐下来就可以吃 我最想要吃的是这个卤肉饭 因为我觉得那个汁加上那个饭 我觉得一口一口好像可以一直吃不停地吃 不用搭飞机出国 在盛桃沙的凉风中就能大旦台湾美食 下午开始越晚人越多 工作人员的手根本停不下来 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牛肉面 陶客去货门大排长龙 要吃得排上一个小时 而缩价大鱿鱼更是每天三百只通通完寿 炸到来不及补货 所以每次我去台北我都会去吃这个 今天预计要吃几只 对 一定要吃 一只吧 吃不了那么多 我会再来的 下个星期我再来 我还是比较喜欢核仔煎 刚刚已经吃了一碗了 所以还是要光顾同一家店 来吃它的米线吃吃 连夜市也能搞快闪 原汁原味搬来新加坡 这对当地媒体来说 可是一件新鲜事 电视台记者主播 全部动员来采访 我觉得这个对新加坡媒体来说 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因为一般上你知道新加坡人 我们其中一个旅游最爱去的地方 就是台湾 那我们很多人也很熟悉 台湾的夜市里 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我来到这边我看到很多的人 包括了很多的网络的媒体 大家今天都在 看准新加坡人热爱台位 主办单位筹备了三个月 耗资两百万新币 相当于四千四百万台币 把宁夏夜市邀请来快闪二十天 一路摆摊到元宵节前夕 要让新加坡这个鼠年 充满浓浓的台湾味 我们也做了很多功课 就包括了所有前十大的那些夜市 而且宁夏的名字 就是排在第一嘛 No.1 我们就觉得说决定邀请他们过来 我们觉得说应该会超出大概二十万 借于二十万到二十五万 林夏夜市宏到新加坡 小吃的实力也能成为台湾之光 东三财经新闻 刘瀚竹 卢玉婷 新加坡报道 文新加坡报道 plural soldiers 东三财经新鲜